关系2019年美国健保市场 保费要再涨数百到上千美元 民众该怎么办 东森新闻特别专访到 团体健康保险顾问来深入说明 老公保险 汽车房屋保险 健康保险 新规上路 任何保险问题我们这里都有答案 东森新闻 好险在华新系列报导 我想知道一下 你有没有听说过 2019年欧巴马健保的保费 是不是会涨价 要聊天过 我觉得会 一定会 因为如果政府不支持我们 他们会涨我们其他人的价 一定会 听说涨了两倍以上 2019年的健康保险 又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涨 那如果说您现在正在使用的是 加州健保的保险 其实您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们加州政府给的 这个保费的补助是有增无减的 像今年还是有一些客人 可以买到一块钱 甚至是三块钱 这样子的保险 也是可以很便宜的 那如果说您不太清楚 根据您的情况 可以买到怎么样的计划 或者您现在已经收到了续保通知书 上面告诉您说 您明年的保费从1月1号开始 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涨 那这个时候就赶快联系保险经济 来看一下明年的计划 来怎么样做一个调整 会比较合适 像如果说您现在是在看医生的话 那您可以考虑看看把您的保险计划如果从PPU换到HMO 您的医生他是不是有接收 如果有接收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因为像明年的HMO的计划可能会比PPU的计划要便宜非常的多 那这个也是您的考虑范围之一 不过如果说您在看的医生他不接受HMO或者是某一家保险公司的话 这个您一定要了解清楚 以免说在保险更换了之后 没有办法再看您现在看的医生 这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 另外呢就是如果您身体都很好 没有再怎么看医生 那您也可以考虑把您现在的计划等级降级 比如说从经济化降到统计化 那或许保费就可以节省很多 另外呢就是一个家庭的计划 是不是每一个不同的成员可以买不同的计划 是不是这样子呢就会比较核算 这些都其实都是方法啦 那么您就可以找您的保险经济看一看 明年要做怎么样的调整才是最合适的 稳镇加州亚一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全方位保险经济公司 华星保险好险在华星系列报道 下一集呢将继续回答加州全保的各种问题 敬请观众所定